本人张定杰 为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三级警长 警号021-156 现实名举报 九江市公安局延西区 实力派出所同行 故意伤害我幼小 独子张宽 大家好我是大树 今天咱们的主角 是一位来自红社会的 维权的人民警察 在2021年的时候 他的11岁孩子宽宽 在放学回家后 一气之下 就从家中只有落体了 从此这位人民警察 便就孩子的做法 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 那么在宽宽没了当天 他父母就发现了 这小孩留下的一段话 上面写道 本人的离开 与父母、家长、社会、国家无关 只和班主任有关 因为这个班主任 对这个宽宽使用了武力 那宽宽的父母 一看这还了得 于是就去学校理论 并调来了当天的监控录像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惊奇的发现 这个班主任对宽宽 不停的嘲讽 甚至呢 说他是个骗子 还揪着他的脸蛋 让他站起来 游街示众 甚至呢还说 这个小孩是欠债大王 老师这样的行为呢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呢 叫做正常啊 那这个老师的言语呢 真的算轻的了啊 我小学呢 就经常被老师咒 因为小时候呢 我爱打架 学习不好 所以老师呢 经常管我叫大树皮 说我脸皮厚 然后时不时呢 他就会拿 一个大胶皮 打我的手心 那个大胶皮 大概有这么厚 我一天 要被打好几遍 就差点就练成铁砂掌 那最狠的意思呢 就是老师就把我 从讲台前面 给我全打脚踢 直接给我打到教室的最后面 然后最后呢 他把他那个大胶皮 直接飞了过来 就直接砸在我的脑袋上 也是在这个 全班同学的见证下进行的 那我的年纪呢 也和这个小孩差不多 当时呢 我特别愤怒 那实际上呢 我被打啊 就是因为有道题做错了 然后我去反驳老师 老师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就对我大打出手 那当时呢 打我之后呢 我就特别想举报他 因为我们学校呢 有一个老师啊 就是扇别人的大嘴巴子 直接就把这个人 打失聪了 那个打人的老师呢 他也是我的班主任 然后他下手也是特别狠 而且呢 手脚都特别欠 总喜欢踢别人的屁股 他当时穿那个大皮鞋 你知道 那大皮鞋上面 还是尖的 所以踢到屁股上 我简直不是一般的疼 所以呢 当时呢 我被 就是后来这个班主任 打完之后呢 我就特别想举报他 但是呢 当时我就是一个小屁孩 没有社会经验 而且大家也知道 在红社会 我们被打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吧 就打完之后 我就瞬间就回到了 那种红社会的求生模式 心里呢 诅咒他一万遍 但最后还是忍了 但是呢 我现在再一说这个事情 我再一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个事情特别可怕 就是那个 把人耳朵打失聪的 那个老师 当时他还有 在我们学校教书 二十多年前 手剑嘴剑的老师 就普遍存在 大玩学生 一点事没有 二十年后 这些手剑嘴剑的老师 还在 你就知道 这个全世界都变了 但是不变的 就是那个红鬼子 虽然呢 这个孩子的父亲 看了很多细节 但是没过多久 这个诡异的事情 就发生了 就你无法想象 一个人民警察 最后他会弃警 从律师 来亲自为孩子 代理这个事件 甚至呢 没有办法 也只能是 拿着一个警官证 在网上维权 本人张定杰 为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 三级警长 警号021156 因收集到大量 人证物证 视频 音频证据 现实名举报 九江市公安局 联系区 实力派出所同行 在2021 119事件 九江市双方小学 教师 周瑜 故意伤害 我幼小 独子张宽 以上犯案人员 事发后 更是将 关键教室内 原始视频证据 故意留在 涉事学校 长达7天之久 不予扣押 导致案发前 15天内 周围上课时段的原始视频 有42处删除 被删除视频 累计长达6小时 为掩盖实施真相 他们填充 古录 凌晨 教室视频 予以覆盖 使被删除视频 无法 恢复 原始数据 令在 办案人员 明确表示 没有看 甚至没有听取 视频证据情况下 就以没有违法事实 为由做出 草草结案 办案人员 在办案过程中 存在 制作伪证 掩盖真相 不作为 乱作为 亡乎直舍 诽谤试者 严重读职 等违法行为 举报九江市教育局 九江市双方小学 在大量的人证 误证 视频证据下 近八个月 仍对涉事教师 不严查 不处理 不公布 迟迟 不出任何处理结果 案发后 学校更是让 涉事班主任 奏语继续上课 在班上 侮辱试者 给学生洗脑 封口 作为证 后在我们 家长强烈 要求下 才让涉事班主任 奏语停课 甚至 在 119事件 事发后 九江市教育局 居然第一时间 将全市 小学教室内 监控设备 全部 核定拆除 市教育局 二级电影员说 此做法的理由 为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咱看看 这是 当职的人民警察 遇到的悲剧 在整个事件中 我没有看到 任何同僚 包括他就职的市公安局 高层 对他施以援助 所以 这位警察 只能单打独斗 自考虑是 把一群人 告上了法庭 且我 更悲剧的事情 发生了 我们刚刚拿到了 异地办公安机关 叫 九江市公安局 巡洋区分局 做出的一个回函 回函的内容显示 九江市双方小学 就是设施学校 教务处主任张某 因构成 隐匿 毁灭 证据 被公安机关 做出了行政处罚 而这个行政处罚 经过当事人的复议 又被九江市政府 维持 那么这个 隐匿毁灭证据的事实 已经经过 公安和政府的 双重认定 但是呢 这个证据 毁灭的是 教师的关键视频 删除了287段 毁灭了4段 现在仍然有 大量的视频 没有办法得到回复 它的行为 导致本案的 直接关键证据 大量的蔑视 而进行 10天的拘留 和500元的 行政处罚 这明显是 逃动了刑事责任 帮助毁灭 毁灭 引力证据 它是构成 刑事犯罪的 而最终的处理 只有10天拘留 和500元处罚 这怎么能让人幸福 所以啊 一家子人 为了给儿子 讨回公道 爸爸放弃警察 在维权的道路上 跌跌撞撞 妈妈呢 也是精神恍惚 每天想着各种办法 摆脱悲伤 甚至呢 要来美国 专攻心理学 红鬼子 一群人 毁了这一家子人 在长达两年的 维权路上 二审也随之而来 二审 终于要来了 当然 还是在 几张当地省令 在一审 周某当庭 谎言成片 继续侮辱 诽谤逝去的宽儿 从各条 异想 想证明 我宽儿 身体有问题 不成 后 又想证明 他心里有问题 又被活会后 又想证明 张宽是一名 差生 被我方 一一击破 无力回击 所有证据 确凿 却在 不知名的 某种力量下 裁判出了 连估计连 法官都 良心痛的判决 走某无罪 在这次的判决当中 却被认定为 只是方法有问题 但实际是为一名 刹身着想 希望他进步的 好老师 其实咱也不意外 这就是红社会 和红鬼子 他根本不能算 人的范畴 不但丑陋 还特别诡异 明明是手剑 嘴剑的人 却被说成是 一个好老师 垫覆我们 正常人的认知 在这种 不公的对待下 人们学会了什么 沉默 得到了什么 泯灭良知 如其母亲所说 马上就准备要二审了 大家也知道 结果将是什么 其实这个二审 并没有当庭宣判 而是选择 择期宣判 为什么这么个 简单的案件 法官却做不了决定 因为他要 请示上级的领导 正因为孩儿他爸 在二审之后 依旧没有放弃 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 所以现在 他得到了更多 关于国家的特殊待遇 进入江西九江的机场 或者是江西南昌的机场 我就有特别的待遇 是的 的确如此 从九江庐山机场登机 再次受到了特别的待遇 我总要接受 更加严格的安检和旁问 旁问的人员 总是在不停的不打电话 似乎在征询某些单位 某些人员的同意 我才能坐上飞机 我才能被允许放行 而在不久 我们一行从江西南昌出行 又遭到了不同的待遇 严重影响行程和工作生活 从2021年 119事件发生以来 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就为当地多部门 量和围堵 甚至包括自己在某安部门 当值的领导亲属 围堵我们删除朋友圈 删除事件的发布和进展 两年来 这类的事情是数不胜数 到今天还是如此 不知道是哪些部门 哪些人员 哪些力量 在中间为一个恶贯满盈的周某 如此周旋 到底是为了正义去当值 还是怕自己身陷其中 要如此对一个 失去孩子的父亲 一个坚决维权的律师 百般阻挠 百般打压 请收起对我的关心 放在案子本身 惩处恶势里 保一方百姓平安 明明是学校老师个人的事情 现在把学校牵扯进来 后来又把魔警牵扯进来 现在又牵扯到运输机构 还有南昌市政府 法院等等 我想问一下 这么多政府机构 去偏袒这位老师 动用这么多人力资源 值得吗 所以咱们看 脑残的大法官 不但认为这个老师无罪 甚至整个当地政府 都没有对这个学校的行为 和涉嫌毁灭证据的警察 进行查办 但是所有人都万众一心 对受害者进行了特殊的对待 甚至还动用了国家的机器 去打压这个人 是不是就和以往的所有事件 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红社会 红鬼子 好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 自从我小时候就做过很多科学小学院 比如红锡结构 电的来源 风能转换 电爆机的结构 还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小珍珍 我都很喜欢 前不久我就看了 全球赛的电影 全球赛的电影 他发明的是两单 一星、两单就是两颗原栽 一星就是一颗卫星 我也想像他那样的人 一样创造更美丽 更辉煌的中华 公公 哇 你的饺子 怎么怎么怎么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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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啊 嗯 好吃 好 我让这里面有一个橘子 然后到这边去 然后他就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边的橘子就没了 然后这边 这边的橘子 我再让他过去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橘子 然后这边的橘子他就没有了 然后让他们这橘子他都没有了 然后我让他这橘子又回来回来了 好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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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